大家好,这里是董教练,今天我们接着讲TWIC 一般来说,你Chessbase,你买了以后,他给你,让你update,要有个地方update,让我看一下二战 比方说我们把,随便打开一个,哦,这就在这里,所以我必须要打开这个 这是2015年,应该把它去掉了,你click这个,你可以update,但是呢,他一般update,只是让你update到年底,比方说之前有效 所以你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你可以看到这边,他都需要register,现在就等于是,也就说你也没有permission去update他了,应该是 OK,所以你,这是他自动的update方法,但是呢,他因为,嗯,他好像是要交,就说他,你买一个新的Chessbase,他会给你一定的年限,一般是到年底为止,或者到明年年底 然后你就必须另外交钱,成为什么member,我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具体的,所以我这期后面也不update到了 但是呢,你有另外一个方法update这些game,OK,以前Chessbase,其实一直用的是twic OK,然后一直是,嗯,就说自动update也是用了twic的文件来update 然后现在好像,他们可能好像是,据说是分手了,就说他不太用twic,但是呢twic一般来说game比较全,你updatetwic就基本上够了 twic,嗯,哎呀,你可以search for it,twic,但是不要光twic,光twic你可能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twic,团底的twic这样的,啊,找到的是,OK,是根本不一样的东西,OK,so,我们加上一点东西,可以加上chess 这样就找到了,twic其实就是the week in chess,OK,twic OK,你进去以后,然后你要找,等于你要找download,OK,嗯,我想要在archive里边可能,它会,它有的时候会变 嗯,就在这,OK,你可以看见,它每个星期,actually,嗯,这个是欧洲的写法,OK,是日月年,OK 所以每个星期,应该我记得是星期二,星期二晚上,它会公布一个新的文件,这是这一周,世界各地所有的重大比赛,OK,的对局,它汇总在一块,包括对局名字呢,包括比赛 嗯,比赛的介绍,一些很简单的介绍,然后它会汇总到一块,OK,然后 就产生这,它帮你产生这几个文件,呃,cbf会从来不用的 呃,pgn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了,是比较plan,就是能够看的那个plan text的文件,OK,我一般download pgn,cbv是chessbased format的文件,所以你可以download它,也可以 随便download哪个都可以,text现在没有了,OK,so 好,看看,这个好像一直go,一直可以回到20 呀,我最近好久没有download了,这一直好像回到2001年还是02年,OK 所以它有一千多个文件,你要说把这些文件其实汇总,因为我有一个文件,看看我在这边,我其实以前汇总过 那个twic就是201到982,当然你要这个,你不可能手工去去做,手工去做很买很买,你必须要写程序,让它自己自动的去合并,否则太花时间 一千个文件,一千个文件,你可以,说起来很简单,一千个文件数起来,但是真的去做起来就很花时间,OK 一个个download,这地方呀,你可以download的叫right click,或者,是不是这么click就可以了,这个zip file,OK 你download了下来,要unzip它,这个也是zip file,要我讲,这个都是unzip,所以你背这个了,我们就download了下来 OK,我们把这个也download了下来 OK,你可以把它,我们进这个吧,我已经打开了,OK 这已经是,你可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在chip里边就能open,我们试一下,可以,不能,好像 那我们就上去一个了,啊,我这里面文件太多了 OK,我也不知道它这个为什么每次要scan那么长时间,OK 它总是,每次进这个download的delector,scan的时间比较长,进别的delector还可以 要加入你有什么键也可以告诉我,那样的话 所以每次都,它都是走一大便,其实文件不是那么多,也就是500多个文件 OK,那我们现在把它extract出来 我们不要放在download的底下了,放到,放到,放到CAM的底下去吧,切Space OK,就放到MyWork底下 OK,把它放到那,OK OK,这会挺快的 然后我们把那个cpv file也去extract出来 放到,啊,还在download Document,切Space,MyWork Yeah,MyWork基本上就是你自己的file,自己的文件 当然你也可以放到系统文件底下去,OK 我们已经在这了,好,你可以看见我们新的,let's see,go back OK,OK,一个是pdn,一个cpv,OK 然后你要click,你doubleclick this pdn,我现在associate的是text OK,so let's stop that 文件很大,因为它有差不多,有每个星期基本上会有两三千个对局 所以文件会很大,你要假如用text打开也很慢 OK,我已经关掉了,OK 然后我们就用chesspace打开 相对的chesspace比较快多了 OK,你可以看见,这地方 这是hometext OK,这只是这个文件的link OK,这个是game,所有的game都在这 tournament 嗯 OK,这pdn就会缺掉不少信息,就是说因为 它不会组织,OK,我们待会可以比较一下那个 这个,这是pdn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把那个 what did I do mywork,我们把那个cpv打开 OK,它打开,它会生成,actually它打开以后会生成一堆文件 应该是会生成一堆文件一样 你可以看到,你看它生成了那么多文件 OK,其中,其实我们平时打开就它被cbh OK,那是我主要文件 cbh,cbv basically就是把它们这些 再compress一下,变成cbv 可以包装一下 OK,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是cb 好的,now I'm confused 我想这个是cbh,yes 所以这是cbh file,我们刚才打开的 OK,那你现在可以看,底下有那么多东西 OK,所以它的信息cbh 一般信息比那个text file要多 OK,这个还是text,OK,这是game 然后你可以这些看到,这边有tournament list OK,然后你可以click一个tournament 看那个tournament底下有哪些 哪些game,你比较说你关心 I don't know 你什么关心什么呢 比较说关心俄罗斯的 俄罗斯杯 OK,那你可以就光看俄罗斯杯 你不需要总个search annotate,没有annotate game OK,so,这是sauce team 有些是俄罗斯,不一定欧洲 欧洲有team,有那种club比赛 可能可能会有team这种东西 或mation,game title 这些没东西 你需要产生那个 开局素材的那个 OK,这边是player 所有的player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某个人 我看看有些谁啊 比较说我们再看 carson,carson,ca 你可以search啊 不需要这么找 现在反正已经sort 应该是sorted 好像没有carson again 这里面没有 现在是 嗯,然后你打开以后 你download了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game merge到 这个我们说的megbase上面去 merge完了 你当然可以把duplicate去掉 OK,所以 这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可以一点点 就是说你自己每个星期去manulate 去update一下你的macdatabase 然后这样的话 你的reference 就会include最新的文件 呀,我那时候做twic 做这个文件的时候 actually 就说有的时候 你不需要那个700万个 700万个太多 我们就 用这个 这个里面是 嗯 我这个file里面好像是100万个 差不多 100万个game 就是最近从200102年开始到现在的game 那样的话 就文件就小一点 你search 起来就方便一点 而且不会找到太老的 对局 对你来说太老的对局 对你来说 基本上用处不是那么大 你要先知道最新的 做法 嗯 这个就是twic 我想小王老师到时候会给你介绍更多的 关于twic的东西 twic内容很多 上面你可以去看一看它的website 当然主要的功能我们是用来做download的就是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好可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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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